大家好,今天有九位的面紅Yanny 因為今天難得去放假 我們就即興來拍一天Vlog 其實我們今天是打算去維廣那裡掃街 但她現在又要帶我去喝一個果汁 見過了 所以我就打算從這裡開始 跟我們一天滴食之旅 超好喝 我應該是 乒乖醬堅果奶蓋醬 不好的 很好喝 喜歡吃冰分的 就要喝這個堅果奶蓋醬 嘗嘗它的奶蓋很香 它的滋味很香 這個好像士多啤梨的奶味 好像在吃蛋糕 裡面有空氣 好像是口即溶的感覺 這個是厚一點、濃郁一點 前面這裡有一間米線 狗頭鳥 狗頭鳥 好吃過譚仔的 我們發現原來葵坊也有分店 剛才我們來喝這一間 耶!我們現在到了葵廣了 其實我之前已經很想過來掃街 因為我有一個很喜歡掃街的朋友 他介紹了五間必食的店給我 就已經預約了有幾間會一定去的 我們除了那五間之外 有什麼想吃就直接去吃 好 好,Let's go 其實今天是一個公眾假期 我怕很多人要排隊 有吃東西的氣氛 經常來都會聞到大股酸辣粉的味道 我記得以前好像是跟你吃酸辣粉 對,吃得很厲害 二、三 吃過魚蛋酸辣粉 好好好 你是龍仔 你要說你好嗎 好辣 Thank you 謝謝龍仔 是很壞眼的味道 哦,好辣啊,好辣啊 因為最近真的吃得很辣 我覺得這個也挺辣的 好吃,龍仔 馬上想買東西喝嗎 我覺得它的魚蛋很出色 其他店要等的時候 就可以過來首先捉穿魚蛋 好好吃 我最喜歡吃沉皮魚蛋 來到這裡好像濕味一樣 要預先想好菜式 因為它有很多步驟 不可以慢一跑 我們後面已經有人 我想要菜 我想說 先看Open Rise的評價 這間它是出名 手撕雞麵的 還有薯粉都好像挺有名的 但是有10個有9個留言 都說太多 不可以奢求太多 有些人說是需要勇氣才能吃到的麵 是有點氣勢的 但是我覺得只要大家想定自己要點點什麼 不要拖 果斷一點 其實阿姐都是好人 義氣仔女 參考是點了一個不辣的 不是,但是那個雞呢 它也有得再選辣還是不辣 我說了辣 哦,好啊好啊 我就是想吃麻辣的雞 對的了 怎麼樣?好爽 好好味啊 好香啊 好味啊 好吃 好像有些鮮果的味道 還有柚子 哦,好味啊 好爽 但是它不膩 不膩啊,好吃 而且麵呢 最重要不是硬的 它這個咬得出來 辣蝦解釋 嗯,辣蝦解釋 辣蝦好吃 好介紹 多謝辣蝦至我們喝 想吃肉雞 麵比肉雞的 因為它早上來 薯粉還沒準備好 它就只有麵 所以全部人都是叫手撕雞麵 我其實本身只是想吃手撕雞 但是麵也好吃 剛剛好,我們還沒吃早餐 我不介意被姐姐罵 姐姐,你罵我吧 不知麵這麼好吃 她說她一個人可以吃完整個麵 Manny的朋友都叫了貓麵 為什麼你吃這間的 其實我是看到剛好 哦,所以你沒有特別看介紹 無緣無故夾公仔 哎呀,散了 不是,到你 到我 對啦 我想推下去 但是 它掉下去了 好整齊 你真的夾到兩個 已經錯過了 什麼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好可愛呀,好像那個包裹 裡面有東西 你怎麼夾? 兩次夾到,好厲害 裡面是甚麼東西 還有顆 兩次都給你 所以不用開了 所以大家夾了這些 好好保存它 最有趣的是這盒 這間是邋遢超級推介的 叫做膽膽肉 忌廉炸雞 很大塊 很好吃 我聽到炸雞 我怕炸粉很厚 像油膩那種 但這個炸粉很輕盈 但又是脆的 這個炸雞很厲害 很好吃 這個膠乳酪很好吃 好吃 真的好吃 我連沉迷了也覺得很好吃 我連沉迷了也覺得很好吃 很驚訝 我覺得這個雞 它是很像Lanes那種鴨 小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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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選這個 小蝦 我來選這個 熟蠟包裝的 那些呢 多一點水果糖 其實就是那隻糖 這個裡面有流心的 它是酸酸的 有流心的好像 沒有流心的嗎? 沒有流心的 很冷心的 那是飲品 很口渴 新式的可樂 裡面是有酸奶的可樂 我這個是 不要不要乾杯 不要不要乾杯 這個是有酸奶的 蘇打 醬 糖膠 但我經常看著呢 它的表面這麼晶瑩剔透 好像很膠 我做得如膠粉 不過以前我們吃的 其實也不健康 可以去哪裡 它現在只不過是做得 光亮一點 漂亮一點 芒果 我其實很怕吃到 我們還是先喝一些天然的東西 我們去到這個年紀 我只可以喝一些 沒那麼負擔的東西 如果這種呢 吃幾口就會很不健康 但這個到期 這個是清爽的檸檬 感覺更新鮮 我們現在來到三樓了 我已經有感覺 我們今天吃不完這麼多間 因為剛才吃到第三樓的時候 Yanny已經說有點飽了 因為現在剩下兩樓 其實都是甜的東西 不對 三樓 一樓是豆花咖啡 一樓是拿破崙 一樓是娛樂雪糕 很好吃 韓國有一個人 他聲稱六十幾歲 七十幾歲 同眼 就是因為他朝朝吃Yogurt 和水果做早餐 然後我吃完 都是馬上去到廁所 每一天都很暢順 所以我最近其實是有吃Yogurt 當我看到葵廣 這裡有這麼多垃圾桶的時候 我就想說大家 真的很幸福 你可以周圍都找到垃圾桶 韓國一公里都找不到一個垃圾桶 我們在韓國放垃圾要買垃圾膠袋 還有要做足分類 很多東西都是習慣就好 是啊 我們現在就已經離開了葵廣 廢廢我們只吃了三四間 就已經飽了 還有很多人 我想我們其實都盡了力 這個情況 多人的我們都排不到進去 推開了很多人 不好意思 如果剛剛在葵廣 推開了你 他說他很多年沒有來葵廣 今天的心情好像我們以前中學過來掃街那樣 我們掃街夾桿夾公仔 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從實情深學 這個是在等進去的? 不要直接去別處 是不是又是遊客必食那些? 我去了另一間 發現這裡好像是同一間 沒有那麼多暗鞋隊 在旁邊而已 對 好成功啊 我們等了不用五分鐘就進來了 那我們現在就打算叫一個 蠟腸飯 肉餅飯 焦鹽狗逃魚 還有一個 幼蜜菜 全部都是我喜歡吃的東西 很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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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吃這種 粒粒分味 咸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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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爲天人 它很香很脆 豆豉鱗魚都是我很久沒吃的 很香港的感覺 好感動啊 還要是我跟香蕉吃的那些都很好吃 我們最後是吃光 但是吃到最後的時候的辣腸 可能因為凍了東西就更加鹹 要做我花糖果之前做的一頓 一排十粒的日本蛋煮奶 今天我們這個蜜食之旅就到這裡結束了 明天就要回韓國了 吃了超多東西 好像吃了午餐那麼多 其實我們今天主要都是滿足我的口福 我也好像做了一天遊客一樣 是 我們之後在韓國的vlog再見 拜拜